自文明的曙光以来 每当人类满怀敬畏的凝视夜空中的星星 不禁发问它们是什么 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尽管在晴朗乌云的夜晚 人类单纯依靠裸眼可以观察到六千多个星星 然而哈伯和其他强大的望远镜 却能观察到数万亿的星星 散落在数千亿的星系 如果将世界比作沙滩的话 那么太阳不过是其中的一粒沙子 然而在二十世纪以前 绝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 我们的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 并且全部星星加在一起 不过一亿颗 大多数的科学家不认同 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 他们认为质量空间和能量是自由的存在 但在二十世纪初期 天文学家艾德文·哈勃发现 宇宙一直在膨胀 利用数学公式倒推这个过程 他计算出宇宙中的一切 包括物质 能量 空间 甚至时间本身 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开始的 这一理论像冲击波一样 轰动了整个科学界 很多科学家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 都是唤疑态度 后来爱因斯坦称其为 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他捏造了方程式 只在避免开端的可能性 对宇宙开端说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 大概是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 他曾戏谑地称开端创造说为大爆炸 他固执己见 坚持稳态理论 宇宙一直是自由的存在 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众科学家也是如此 直到发现了开端说的压倒性证据 开端说造始于房间里的大象 大家避而不谈 但这却意味着肯定是有超越科学的人或物 创造了宇宙 最终在1992年 宇宙背景探测器 卫星实验证明 宇宙确实经历了光和能量的瞬间爆发 有了一次性的开端 尽管有些科学家称其为创造的瞬间 但大多数还是更愿意叫它大爆炸 因为更形象 天文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 曾试图引导我们想象 宇宙是如何开始的 那场面就像是宇宙氢弹爆炸 而炸弹爆炸的瞬间标志了宇宙的诞生 流氢弹爆炸